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从这一点讲 他比那个小说当中真正的林黛玉要幸福的一些 起码最后还要有一个爱人的 他收获了一份爱情 我觉得 当时最奇怪就是你回想当时那些争论里面 还有很多说法 说他们两夫妇一起出家 是为了要避税 避税 一大堆莫名其妙 你现在这么回头一看 你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 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对 我那个时候还说呢 我说就别关心人家了 人都出家了 人都不跟咱们混了 你还老打听人家的八卦 但是我发现就是悖论呢 你的媒体 今天咱们不还得谈这个事吗 我现在 因为我对净空法师也比较熟悉 他是净空法师的弟子 你现在知道 他是找一个比较好的念佛的环境 照这个佛教的说法 这叫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估计是临终的时候 念着佛去世的 周围还都有人助念 按照这个净土宗的理论 这样能够这个花开见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化生 这当然这是这个说法 这是个理想 这是个理想 不过我觉得 现在你看到是越来越多人 信佛 就觉得佛教能够帮大家 得到一个解脱 或什么 从痛苦这种解脱出来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是一些幻想 当然我是很尊敬佛教 我甚至有时候去参加一些禅修营 但是呢 我认为有很多人对佛教的理解 或者看法呢 就是觉得 哎呀我有痛苦了 我生了什么病了 什么了 我就这么搞一搞 说不定就会好一点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把佛教 或者把宗教当成一种 很现实的一种需要 一个解脱剂 对 它有一个现实的 一个功利性的一个需要 这个呀 正经和尚都批评 就是现在你说很多人到烧香 求什么呢 求生光 说 哎 佛菩萨保佑我能生光 你要在生了光之后 我来还愿呢 我给更多的这个供养 人家那个老和尚都说呀 你把佛菩萨当贪官污吏了 你行贿呢 你给佛菩萨行贿呢 你不是为了这个自己吗 对 所以很功利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目标 很多人是这样的 但是不过说回来就是 我还是很佩服 就是说他乳腺癌了 那么他想出家 我不是说 我刚刚说那番话不是针对他 不是说他有问题了 所以他才出家 我觉得这应该是反过来理解 我觉得他是向来对佛门有一个皈依之心 然后向来有很多想法 那么到最后他觉得真的是很想要实现这个 我觉得你看最近他们给我拿给我的纪录片 但是这个纪录片呢 叫山西小院 可是当然这个纪录片 你是佛教机构拍的 是寺庙发行的嘛 是吧 但是这里边就讲到 在山西那边有个小院 这个小院啊 汇居着几十个人念佛 那么很多人呢 念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据说在佛教里讲 这个地藏王菩萨是特别消业障的 好 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然后呢 一个个现身说法 红斑狼疮 好了 这个什么绝症啊 什么癌症啊 什么好了 哎呀 你看到这些 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咱们也知道 有些病 是你不治 本来他也会缓解 也有这样的个案 甚至也有些人分析 就说 是不是心理作用 你比如通常 好像说念佛 往生的人 往往都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 你如果寿命到了 那么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生极乐世界 如果说你寿命没到 那么你念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等等 你这个可能病就好了 他就有这种说法 我觉得不是求病好吧 大家一般念佛的时候 就是 当然我相信有神通 你能够改变因缘 能够改变这些条件 让你生病的条件 跟种种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 所谓的临终的那个入定 我们看一些得到的高真 他所谓临终入定 禅定状态中去世的话 他是注重的是什么 他注重的是 我到最后一刻 我是达到一个非常专心的一个境界 因为专心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修禅也好 任何宗教的修习也好 都讲到专心 比如说 像我最近去参加那个禅修营 就看到一个越南有名的和尚 一行禅师 他到香港红法 他就是那时候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 就反越战的时候 就越战的时候 越南有一帮和尚出来 呼吁和平 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六真团 就六个和尚尼姑 合起来一个团体 就强调佛教这时候要入世了 要来呼吁双方停火了 怎么样 那一行禅师 就是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 那这帮人里面还有两个人呢 就是其中一个人 就是一支梅 你们听过 这么一个叫一支梅 是一个尼姑 他就是自焚死的那个 你看过那照片吗 就越战 有一个很有名的照片 越战有越南人 对有一个和尚 就坐在街上 自焚死的吧 就是他 通过这种方式抗议是吗 对 他不是抗议 他如果抗议是 是很愤怒的 他不是愤怒 他是觉得他希望让大家 就是让大家得到感动 让大家愿意摆下武器 所以他自焚 但是你看他自焚那个状态 到现在还是对很多人来讲 太震撼 震撼在什么地方 不是一个人 随便很多世界上面 说句没良心的话 很多人制焚 来抗议些什么事 但没见过有人是这样制焚的 他怎么焚法 他点起来之后 他坐着了 从头到尾不动 脸挂微笑 烧到最后 就是整个人 化 烧到全 干到那个感觉 大家看他还是那么端座 就你这种死前的状态 你要专心到一个 禅定到什么样的状态 才能够完全没有那种痛苦 挣扎 肉体上的痛苦 你想想看 我去看那个一行禅师 我跟你说 太感人了 因为他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 就是因为他教的那个禅定方法 是很简单的 就主要是教大家呼吸 怎么呼吸呢 你回去练习一下 你注意自己呼吸 我现在在吸气 一 用丹田 我现在呼气了 一 这么数十下 你什么都别想 你只想我在呼吸 我只在感觉我在呼吸 你试试看 是很难的 很难 就是没有任何的思心杂念 对 然后他后来就教大家 你这个做好了之后呢 你就吃饭的时候专心吃 他甚至教大家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比如说 大家坐禅 坐着坐着有电话响 有电话响 那不是听不到 是本来这种环境 他讲安静嘛 讲安静 说哎呀电话响很吵啊 很讨厌啊 怎么不关电话 他不会 他说哎 大家现在专心听这个电话声 有没有试过专心的听电话的声音 什么都不想 只听 是什么感觉 他是能够做到这样 所以这个人呢 你就看到 他是时时刻刻都正念 就是专心嘛 所以呢 他整个人呢 给人感觉很不一样 我最近总算明白一些道理 接触一些神父跟一些和尚 特别是我觉得是有道之人之后啊 就以前在书上常看到中国古人讲 比如说有时候朱熹明明跟陆向山是吵架 但是也称赞陆向山这人有气象 什么叫气象 我现在终于懂了 就有的人就是有气象 就是他一站出来 你就感觉就不对 就不一样了 像一行就是站在台上面 坐在上面 结半家福坐在那 跟大家弘法的时候 他声音非常的细 非常的温柔 脸带微笑 说话很慢 很清楚 和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和尚 七十一岁 但是全场几千人完全被镇住了 就我没见过那样的演讲 那个在佛教讲经里讲 射受力 其实咱们可以理解成磁场 气场 就是气场 刚才闻到讲的时候 我感觉他已经有气场了 有些我跟你讲 连有些明灵 就大明星 他就有这个气场 上台 全场观众就跟着他走 就会被他带着走 你这个东西是从哪 我记得那个 以前采访过那个上官云珠的儿子 他当时说 因为上官云珠其实是很矮的 一名无几 现在看起来 就是跟现在这明星来比 他那个身材 对 但是他说 那个就是一个大导演 我记不清楚了 就是说上官云珠 特别有一种力量 就他站在那个台上 虽然他很矮 周围的人都比他高很多 什么的 但是他一站台上 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 他其实一句话都不说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 聚集在他身上 他是不是能盯得住是个问题 那肯定是 你知道我就说 像我这没磁场的 我但是 你很有磁场 我能感觉到 比如在剧场 很多观众 刚开始的时候没经验 我告诉你 真的是很生理很物理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能非常 我相信很多演员都有这个体会 你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这几千人 推着你 就他有个力量 以至于我开头没经验的时候 我出现在这个剧场里 去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会发现 讲完这段话之后 我足往后退了 三米不止 我完全不感觉的 就一边走路 一边不计时 再往后退 被大家的气场给压倒了 大家 你回去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李京 讲讲 你从这事里有什么想法 我 我就是 这一天特别感慨的是 我自己在想 这可能是对陈小旭也不敬 但是还是容我瞎说几句 我是突然想 我是觉得 就是陈小旭 他本身的这种命运 或者性格 其实也是有矛盾的 如果他 因为很多人 就是对他的评价 就跟他共演过电视剧 然后共演共事 我说他性格本身像林黛玉 我也相信就是通过演这种电视剧 就是通过强化一些东西 也会有林黛玉的一些性格 悲剧性格 强化在他性格里 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你从他的这个命运来看 他自己毛遂自荐去演这个林黛玉 我想如果这个林黛玉 真正的是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的话 林黛玉会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当时觉得特别 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林黛玉我觉得他是那种 好像是 不会去特别去参与社会世界的那么一个人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林黛玉 但是比如陈小旭 他会毛遂自荐 他说我觉得我演林黛玉合适 再比如说他去从商 那如果我们说生活中 还有一个真正的林黛玉的话 林黛玉会不会去走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 所以我觉得 就是陈小旭本身 他的性格也是 也是有矛盾的 那这个联想有意思 但总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 有一些演员啊 他很想演某个角色 就常常听到这种传闻 他为什么很想演那个角色 他觉得这是上天注定的是吗 对 但是正正那是一种他欲望 欲望是什么 欲望总是追求一个我没有的东西 我不是的东西 你最大的欲望就是你最想成为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一个演员 他如果很想演林黛玉的话 这说明了他就不是林黛玉 他是想成为林黛玉 他对林黛玉有投射 然后这个最更容易被演过的这个角色塑造他 然后这个角色又按来暗示他 一个悲剧的 因为他的想让自己变成他 他在投射 然后外界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暗示 老是觉得他比如说他体弱多病啊 多愁多散感的 然后其实这个是之前 我在看那个北京台不是搞了一个什么 红楼选秀 对 我当时觉得特别滑稽 我就想那些真正的林黛玉 他会跑到这种舞台上来展示自己 又唱又跳 因为你觉得那些人根本就不靠谱 说这些人来演林黛玉 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两回事 就有点像什么 像有时候看一些明星 他跟别人就说 哎呀我这人是很低调的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以低调出名 以低调来作为他的招牌 这其实他就一点都不低调 但是问题他很 他真的是很想低调 他真的很想 就是人可悲的就是这个 我们欲望的真正是我们没有的 我们欲望的是我所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 你说林黛玉贾宝玉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当年就是看这个小说 是吧 我就发现呢 其实在当时 他们反对这个社会通行的东西 比如说贾宝玉表现出不读四书 就四书这些东西 四书五经 这些通行的意识形态 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贾宝玉 其实是个叛逆型的人 叛逆型的人 你别看啊 以红微脆啊 风花雪月啊 这对当时就是一种反叛 就是一种反潮流啊 而且我发现曹解琴啊 我真是太崇拜他了 我最近有重读 就岁数大了 你要加入这个洪学队伍里面 是吧 他是越看越觉得自己有这种 贾宝玉的心态是吧 我越看越觉得我不是贾宝玉 看完这本书 我准备再去重读金平梅 我觉得我就跟西门径 比较有结计 就是你说他写啊 哎呦 我觉得他一辈子写这么一个小说 了不得了 就是就是 你看他写一个东西啊 从三千里外开始写起 他他写一个东西 都从一千里外开始写起 慢慢才登堂入室 进到面前 写我就注意到啊 就是写任何一个人 写就说你一个小说家呀 怎么怎么就是 怎么怎么想的 写任何一个人 都是咱们杀仙聊天的时候 提到了他的名字 这在这一回 下一回呢 这个人再近一点 这人到了院子里 到第三回 这人是院子里先闻笑声 这进来了 这是他们讲吗 这是像中国古代的这个画画 画家 这种层层染呢 一开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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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铺垫到足够程度了 这个人突然出场了 对 你看这种写法 小时候看 咱就看不出来 而且呢 他的文字技巧好 就他真的是个写给人看的小说 你跟有一些小说呢 他保留的那种 要说给人听的感觉不一样 比如说像三国演义啊 水浒传 我觉得特别明显 其实中国很多小传统小说 都有这种习惯 就由远而近 来描写一个人 比如说来了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人引腰 一看 这什么什么非将军啊 这个将军 他竹端着什么什么什么 胯下骑一匹什么什么马 腰上细个什么什么什么 一直这么写下去 然后这人才出现 但是很多这种像水浒传最明显 你有没有发现 水浒传最沉闷的 其实就是这种描写 就是他每个人物的描写 他是城市化的 他们骑什么马 穿什么衣服啊 那都是有规格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男性读者 跟女性读者不一样 反正我记得我看水浒 我看什么的时候 我都把这个大段的 这个都删过去 我只是看 他们俩打架 他赢了没有 因为前面我都觉得 很闷嘛 对 因为那个东西 男孩子会喜欢看描写的 他在脑中想象的一个情节啊 什么一个 一个英雄啊 什么的 然后对我来说 我不关心 我只关心 比如说他们俩交战 谁赢了 然后我就把前面这种描写 大段大段翻过去 然后看到之后 他赢了 或者怎么 但那件事 他本来其实用意不是 我觉得不是用来 就是写那么简单 他是说出来的 你想想看 如果换了一个说书先生 说的特别好的人 让他去说那一段话 那段你文字上看什么 这什么 穿着什么假 这是什么 没见过 有些人还说 就不一样 拍电视剧做脚本呢 对 有这种 当时没电视剧 就是曹雪芹最了不得的地方 就是他得了解多少人的心呢 你想他什么人说什么话 那天我还刚看到 刘姥姥家里 您是农民 贫苦农民家里聊的天 咱说曹雪芹了解 这个大官员的生活 这不奇怪 农民聊的天 哎呀那种小农艺事啊 或者那种小市民的心理啊 哎呦他说的那个 那个话怎么就那么样的 地道 体察 体察入微 所以我觉得这人 真是伤透了心了 就不是 他这一生啊 就是你要不然 怎么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还在念 还在念到他的名字呢 对 这么多人都被湮灭了 只是他还 我们到现在 还是让我们 这个称赞不已的 对 就因为他伤透了心 就是想眼中 能有多少泪珠 而怎尽得从冬到什么 春流 从春流到夏 哎呦 我觉得真 好哀伤啊 但是实际上是看透了 实际上是看透了 其实都说什么反封建 反什么 我觉得啊 他没这么小 他是根本对人生的一种处境 产生了那么逆反的那种 那种看透了的那种感觉 要不然写不到这个 这个效果 还得读完《红楼梦》 再读金瓶梅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聊《红楼梦》去了 其实啊 我就觉得像陈小旭这个事 让我想起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呢 是不是确实需要安慰 就人类当中 有少数智慧超群的人 可以凭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智慧 求解人生的这个支点 对吧 但是呢 大部分很多人 比如像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呢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啊 就是有个支撑 比如对于生死的问题 我跟你说 上次咱们请一个作家来 不就是他到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吗 去看 你知道他看到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你干着急 想不出办法 人到了那一天 没有任何信仰 没有任何宗教 平常从来不想这些问题 手忙脚乱 包括家属的心 得不到一个安示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比如说 我念阿弥陀佛的 但是我是在他实用的那方面 要照这佛学讲 我得 我即便能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生到叫边地宜城 因为宜心太重 对吧 你那算不错 这个发愿不出 还能生过去 你那还能生过去 实际有个用处 心情安定 对外界世界很多人 很多事情让你心烦 包括有的时候 你像你说的 需要有一个专注的状态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方法 你比如说 能够用阿弥陀佛这种方法 让心定下来 这个也不坏吧 当然 我就说前一段 就是那个著名 也还另外一个著名电源 大陆的 那个富彪 他去世的时候 我记得看他的太太 他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病情持续了很几年 好几年 刚开始他觉得 无法解脱内心的痛苦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能可能可以理解 就是自己身边的亲人 遭受这么大的一个病变的时候 但是后来就有人给他介绍 这个藏传佛教 所以他在富彪在临死的时候 他就是特别平静 他自己写的回忆录 他特别平静 但是他然后说 富彪就是在弥留之际 他是让周围的所有人说 你们不要哭 然后就跟富彪不停的说 说你朝着有光明的地方去 当然我觉得不同的人 你对不同的宗教信仰或什么的 我可能不一定信或者不信 但是我觉得对家里人来说 他如果能达到他心灵的一种解脱 这也是一种 是啊 一种帮助或一种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说 你像这种事 我有时候还想 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是 是没有任何就去说明 反正从那边也没人回来 我跟他说 但是万一是真的呢 我觉得我念你阿弥陀佛 也不亏我什么呀 你看我这种心理 是中国的宗教态度 真正佛教徒瞅不起我这样的 不不不 这是很正常的中国人形态 中国人就是 进什么庙就拜什么神 上什么寺就烧什么香 对不对 中国人向来 就是对宗教抱持一个 实用主义的态度 实用主义的态度 但是我至少没拿阿弥陀佛 当贪官无力 我没跟他求什么 对对对 你竞技还高一些 你们贿若菩萨那算不错 对我爱你 我尊敬你 行不行 真假的事谁知道的是吧 对 但是呢 我觉得最重要是 不管信什么宗教 有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学好 临终关怀 没学过怎么死